罗莉,学姐,还有妹妹 这么多漂亮女孩要如何选择 今天晚上这部动画光听片名 就让无数人产生遐想 她就是大名鼎影的 只要长得可爱,即使是变态 你也喜欢吗?刺不刺激,鸟不鸟逼 故事一高中生,童生,惠惠 做梦都想要女朋友作为展开 期盼的心终于在这天的社团打扫结束后 有了回应 她在社团桌上收到了一封匿名情书 情书上面还放着一条胖子 小灰,喜不自生,青春来了 这女孩一定是爱自己爱的要死要活 难道情书没有署名 她的朋友小马 并推测作为灰姑娘 应该是一起打倒社团的语言 于是小灰的脑子里就出现了 二滴,学姐小雪 还有可爱学妹小花 亲密无间的同级生小雪 以及妹妹同乡类业 小灰觉得这碰瓷的主人极有可能是 除了妹妹之外的三位 所以第六天 小灰立刻跟三位女孩接触 三个人对她的言语中都有点暧昧 小雪直接要求小灰问问她的小脑袋 感谢她一直以来的鼓励 还问了她一下 是她,是她,就是她 在回到家后 妹妹说昨天打扫完是小雪最后离开的 可见小雪的嫌疑是真的最大 于是小灰打算跟小雪约会 这个打算正好被深入的小雪给听到了 于是小灰便问她对自己有没有特殊的情感 结果小雪二话不说 就脸红逃走 接着几天都对她鄙而不见 小灰觉得这得主动出击 必懂她 让她说实话 小灰直白地讲她 已经知道小雪的秘密了 让她第二天舍断剑 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一样 让小雪直接弄住 于是在第二天 小雪竟然在脖子上套上项圈 紧终成为小灰的宠物 原来她的秘密就是这个 而不是给自己写情书 小灰无法理解小雪 于是把她给淘汰了 开始考虑另外两个灰姑娘 那还没等小灰有什么行动 小花得知小灰跟小雪约会 就立刻闭咚了小灰 之后开始生气 红她的办法自然就是 跟她约会 然后等到约会这天 小灰按照妹妹教的 跟她有了一次很完美的约会 期间她英雄救命表现了一番 小花很美丽 是个混血儿 所以今晚她总是被同学疏远 认为是个异类 但若小灰坚持不懈地跟她搭话 才有了现在的亲密关系 若约会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但是在第二天 小花把她喊到图书室 夸赞小灰的可靠温柔 并宣布让小灰成为她的努力 说完 她便投下自己的胖子 强硬地往小灰的嘴也塞 导致小灰当场晕厥 小灰被小花的胖子搞刺逼了 之后还有更疯狂的行为举止 让小灰崩溃极了 小灰不得不去见小花了 小花心事淡淡地 要以驯服小灰成为奴隶为目标 又成功把她吓跑了 在小灰去换鞋打开鞋柜时 就看到了自己和小雪的暧昧照片 这次小雪在逼她见面 于是小灰只用硬着头皮去见了 小雪今天扮演女仆 让小灰将药匙从她的欧派中拿出 试图让小灰成为她的主人 来达到她的目的 那小灰实在无法接受 没有爱慰基础的暧昧行为 这种照片得以删除 但过程需要各位自己去看原片体验一下 除了小花和小雪 现在就成同班的小雪了 并且小灰也发现了小雪经常 偷偷脸红地看着自己 但是没等小灰行动 小花就把小灰便拿到教室绑了起来 让她继续听从自己 那小雪也及时赶来跟小花 为了小灰而争吵起来 其实小雪进来直接把小灰带走 她说自己受不了的 她不愿意小灰跟其他女生再有来往 而小雪小灰和小马三男是很好的跑朋友 这天三男一起去游戏厅 晚了一天 期间因为一些原因 导致两个大男男发生了一次鼻咚 于是在夜晚小灰送小雪回去时 小灰看到她手机上有小马的照片 并问是否喜欢小马 结果小雪反应超大的否定了 还有一点伤心的跑掉了 小灰以为自由化伤害到了小雪 所以很难过 于是便直率地去跟小雪道歉 请求和好 并说只要和好 她什么都愿意做 听到这小雪的眼睛亮了 多可爱的姿态 然后请求小灰跟小马原地交往 那表情简直绝了 原来她是资深扶女 生死那个意外壁动 被小雪记录了下来 小雪正在画以小灰和小马为云形的特殊漫画 并坦言会破坏小灰跟其他女生的恋情 来保证她漫画的进展 感情这总算不是一个摆给少女了 就像小灰跟就连三年都不是灰姑娘了 而接下去的画面 就是本片超大不利 是否我只能自己掐毒石 逗女郎的小花简直是诱惑十足 后来一天 一位叫凤小春的女孩找上了小灰 以拍下各种学校照顾一些小灰主动找她 就在小灰以为她也是灰姑娘的一员时 小灰只看到一层的小马照片 感情这竟然是 呃一个 更中狂 所以小凤喜欢的是小马 她得到小灰的目的 就是想让小灰 帮她得到小马 而小马也是罗莉空 小灰刚好是个超可爱的罗莉 但是 她是学姐 所以小灰叫她换上夏季的校服 这样就认不出她是学姐了 毕竟她的长相完全可以俘获小马 以至小疯和装成学妹跟小马正式结束了 小灰还帮二人拍了合照 看见小马这么顺利 小灰有些无奈 自己的回顾量到底是谁 她的心已经被那条神秘胖子 彻底复获 以至于两个白给少女都视而不见 之后小灰开始寻找 拿到胖子的那天出现在大楼的其他人 老师说财南那天有入过 而财南是学生会扶会账 很巧的是 小灰刚好就有从楼梯摔下了她 财南为了答谢 做了小饼干给她 还抱抱她说 是充电 我也要 后来财南提议小灰 一起去做支援者捡拿鸡 被小雪看见了 于是也跟着来 小雪叫小灰喊到脚落 她不开心自己主人被财南接近 于是准备在她身上做一下标记 为了制止小雪 小灰想到爷爷教过的赶走小狗的土方法 那就是浓烈小狗的屁股 果然小雪当场害羞跑开 你讨厌 之后再紧换拿鸡 财南去掉进了河里 于是小灰并上自己的外套给她穿 在第二天 财南邀请她去社团 财南正准备对她做一些坏事 原来财南有另一位屁 她的小灰的气味已问中情 新疆仍拥有小灰的义库 小灰的恋情再度没希望了 她不明白为什么身边的漂亮妹子 都如此不正常 而小枫和小马的关系 在小灰的组合下也越来越好 一天小枫下定决心要向小猫表白 并告诉她自己是学姐的真相 小枫是在一年前和小马的偶遇时爱上她的 到现在已经爱年一年多了 因为害羞永远只敢远远地偷拍小马 社团的教室里 小马的照片被贴得满满的 小马就是小枫的起名心 小枫找到小马想到表白 然后小马一知道小枫年龄比自己大 就立马拒绝了 理由是因为她是罗莉控 小枫很伤心地跑回社团大哭 小马也很难过 第一次拒绝人这么难过 为了小灰便去开导她 不应该因为是罗莉控就拒绝一切 例如小枫长得像罗莉就行了不是吗 所以一直到自己太固执的小马去找小枫 毕竟外貌才是重中之重 小枫决定从朋友做起 然后当她看到一觉睡着自己的照片时 她又慌了 这行为也太可怕了吧 每个女孩似乎都有一种特殊癖好 小灰也不知道她们到底有没有错 于是便询问妹妹 如果这些癖好是在自己身上 那么肯定报警啊 妹妹的回答那小灰确定了 都是那几个女的有毛病 所以在后来 小灰出现在家 小绝在她家玩 在房间里 她大半成狗狗 继续请求小灰 说她做总务 因为小灰便摸摸她的想当 她也觉得很可爱 但之后一些尴尬的操作 就被突然开门的妹妹给看到了 小灰瞬间有口说不清 不过小灰又表示 她认识的主人只为小灰 这并不是什么人都会如此对待她的 而在小雪离开后 小花来了 小花这次逼迫小灰 大半成了兔女囊 为了讲迷这么乖的小灰 小花又想好好奖励小灰胖子 结果这一幕也被妹妹撞进了 当晚 小灰发现她藏在床底下的那条 跟着情书放在一起的胖子不见了 于是 她立马认为是灰姑娘回来把雷姑拿走了 也就是 灰姑娘很有可能就是小雪或者小花 为了验证到底是谁 小灰主动邀请小雪约会 小灰带着小雪去游乐园 换过山车 想让风将她的裙子飘起 一探究竟 那事实证明 风并没有办法吹起她的裙子 玩了一天 小灰都没有办法看到她的胖子 等到要分别时 小灰忍不住了 直接请求小雪拉起裙子 结果小灰眼前只出现了一道巨大神光 小灰有些头大了 之后她不得不直接问小雪 是不是偷走了她房间里的胖子 那小雪是问她男的承认 是她偷了 但是她偷的却是小灰的胖子 并且还存在了身上 现在小灰是确定小雪并不是灰姑娘 只是个变态 之后在机缘巧合之下 小灰去到了小花的家里 于是她趁机寻找小花的胖子 这一幕被小花拍下 小花便威胁她成为自己的奴隶 于是小灰抗拒许久的奴隶生活 就此开始了 小灰一直被小花奴役着 直到有一天两人不断打闹 在小花的房间里 小灰找到了自己的胖子 于是被抓住把柄的小花 也没有办法再威胁小灰了 但谁能就没有找到 偷那条胖子的灰姑娘 等到暑假的爱临 小灰和小马都没有女朋友 一天小灰在小械拍摄的 一堆照片中看到灰姑娘 是谁的真相 恰好才能送了游泳券给小灰 于是小灰别养请妹妹和小雪三男 去游泳 这样就该光明正大地看他们胖子 在游泳时 小灰找到单独躲在室内的妹妹 妹妹腿过来了 便背着她走 在很小的时候又有了一次情境 长得很高了 半晚休息时 妹妹来到小灰的面前 小灰说了一句 抱歉 然后掀起了她的裙子 果然那条跟情绪放在一起的胖子 正在妹妹的身上 这时妹妹坦坦地说出了 自己对小灰的感情 她问了小灰 并说出了她俩并不是亲兄妹的真相 毕竟不说的话 这动漫就贼危险了 小灰只在想起眼前的女孩 不是自己的亲妹妹 男儿一直以来 她都把她当作亲人对待 这个真相让小灰不知所措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妹妹 于是她离家出走了 结果在外淋雨发的烧回来了 急见小雪来照顾她 想能用兄弟给她取暖 结果自己睡着了 最后小灰也来了 于是演变成一场 娘女争议男的场面 最后是妹妹把她们赶走了 迷迷糊糊中 小灰想起了妹妹被领养 第一次来到家里的情境 那时小灰对着初次见面的妹妹说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会永远在一起 所以小灰那时候决定 把妹妹当成家人 以后也依旧会永远都做妹妹的哥哥 就这样说家过完了 小灰依旧没有女朋友 但是身边的人依旧都很可爱 虽然有点变态 首先看完后 我得先说一句 年轻人啊 不要白着做梦 这种剧情可以说是 不可能发生在任何人的身上 男主开始没有女朋友 到最后也还是没有女朋友 但这样的结局 让不少人心里平衡了 就算是我看着你 生活风比我亏钱丢钱都他妈难受 男主虽然得到许多福利 但最后却没有跟谁在一起 下次对观众一个很好的脚带 这几个老婆还能有 但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 少年 全都要 虽然内容尺度有些恶趣味 但是不得不说整体下来 是真的OK 不过我只是建议在 对这类动漫感兴趣的人来说 才行咯 我是优伟廉 一位明年有可爱的酒精的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请点关注 能不能在视频点赞转发支持一下 就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